以我們香港建造業的生態來講 出現這個欠伸或者堵路的情況 似乎相信都還會再發生 因為事實上有很多背後的原因 包括一些大型的經濟環境 另外很多時候大家都會提到 我們香港建造業的分判制度 令出現一個大石紮死蟹的情況 而令三判或者甚至乎再低一些 4353收不到錢的機會是增加的 所以其實如果預測的話 其實有關的情況都還會陸續再發生 以我們所知公務工程基本上 所判出去的工程額是一直上升 疫情之後一直上升 所以其實如果說公務工程來講 應該是向好的 現在問題就是大家留意到 由於樓價跌 就不是息口的問題了 是樓價跌 現在的地產商入市的動機也低了 所以其實在私人市場一些發展項目 可能這一刻短期內會少些 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可能就是不樂觀 看探 而令到大家都擔心 擔心接下來有沒有收足錢 夠不夠工程做 這個其實是對於現在的欠辛潮 就不應該有直接的影響 但對於長遠會不會開工不足 就會有相對的影響 簡單講幾個主要的原因 剛才講了主要是因為分判制度 譬如香港的工程安排的流程是這樣的 首先就由大判入標去競爭 欠到支標回來 其實很多時候都不是大判自己去做 他會外判給異判 異判和大判相對地都是一些 比較有財力和實力的一些大公司 到異判去做的時候 很多時候異判 因為大判不會預支給他 異判很多時候都要拿著這份合同 然後就去銀行借錢 借錢然後就去譬如買料 出早期的糧 到他真的做完第一期的工作 然後再上一張叫做滿意紙 然後請大判給第一期的糧 在異判這裡已經出現了一定困難了 譬如他要借錢 他有額外的成本 銀行未必借得足 另外就是大判到他收到第一期糧單的時候 是不是跟合約百分百比觸 還是又打一個折扣 令到異判即壓著一個周轉的壓力 這是其中一點 另外第二點就是 由於異判未收到錢 所以其實由於他的財力是沒有大判那麼高 他找數給下面三判或者四三五三 但是現在那個能力又削弱了打了折扣 所以為什麼出現了這些欠身倒路的情況 以往我們工聯會 以至到香港建造業總工會 很多時候收到的個案 其實不是員工被拖欠人工 而是那個三判四判那個判頭 他拿不到他應有的工程錢 所以他迫於無奈要獻身 因為那些伙計是他直接請的 那麼問題就出在這裏 就是三判四判打後那些 他就不是什麼大公司了 他是真的做一個分流的工作 他找伙計回來上班 中間是做一個很基層的 收一個很微薄的管理費 那情況在這裏 就是說在一個分判制度 已經出現了那麼多問題 另外剛才說了一個關鍵的就是 現在銀行就收水 銀行借錢出去的態度 比以往謹慎很多 變成二判借不足或者借少了 或者定期就要還息 這些都對二判也有壓力 所以在主要現在的大環境下 大家可以看到 銀行的信貸寬緊 對於這個行業裏面的資金流轉 是造成一定的困難的 分判的制度已經成為了香港一個很核心的制度 你要它改變其實不容易 還有相對很多困難 因為事實上這個分判的制度已經在香港走了很久了 如果沒有很強烈的外力去干預的話 其實基本上都不會有什麼大轉變 如果你說要有一個很強烈的干預的話 關鍵就是究竟政府會不會規管這些大判二判呢 他要自己請伙計 他不能夠再倚仗下面那些三判四判去找人 這是第一 另外第二 就是剛才所說 如果沒有了判頭 判頭就沒有公開 其實理論上就應該將下面三判四判的員工 就歸入了大判二判的僱員行列 這樣才能夠比較有系統和解決到這個分判制度 那個負面影響 但是當然這個說出來 就理論上是說得通的 但是實際上運行要看很多原因 包括政府的取態 另外就是大判二判他們的能力 以及對於未來建造業市場的發展走勢 一個評估 除了分判制度有問題之外 其實行業都有一些漏襲的 比如大石窄死蟹剛才說了 大石窄死蟹就是大判給二判的錢 他會打了折扣 二判給三判的錢又打折 去到三判再分給四三五三那些 其實他已經沒有能力再打折 要麼給要麼不給要麼就拖 其實如果這樣的情況再發展下去 其實迫走四三五三 這個第一 另外第二就是那個文化 因為行業太小 他們很多時候大判二判 可能來來去去 都只有幾間 如果三判和四五三 他們真的跟法例 譬如我們現在有一個建造業貨款保障條例 正在審議中 那個是要確保四三五三 他們可以 如期收到他們應收的錢 如果收不足錢 他們有權停工 這個是法例的原意和初衷 條例和條例的初心是好的 是希望能夠幫到手的 但是前提就是要大家都守規矩 但是如果出現一個情況 行業太小了 如果四三五三走去投訴 投訴完之後 下一次這些二判三判再有事做 不讓他做了 那麼對他們就有一個心理壓力 這個大石紮死蟹的文化 都是要解決到 才令到這些新的條例 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如果不是 我擔心條例有 是可以保障到 但是由於剛才所說的一些漏集 一些文化 一些分判制度 以及很強調的大石紮死蟹的問題 而令到有法例都用不到 建造業付款保障條例 就是去幫一些判頭或者分判商 去拿到他應得的工程費用 那麼剛才你關心 會不會好像以前曾經出現過 就是那個判頭 就是可能四三五三 那個老闆自己爛倒 賭完些 就是賭完些工錢之後 就沒有錢出糧 我也有問過 但是其實今時今日 由於人手比較短缺 如果有判頭真的 還有這些漏集的話 其實他以後都找不到工友幫他手了 就是他等於自斷財路 以後都不能接工程 所以其實這一類的個案 是很少很少再出現 很少很少 那麼基本上現在的判頭 都是跟員工 兄弟班 就是一起 有公開一起出糧 那麼至於剛才你說 我們條例現在只是保障判頭 沒有保障工友 其實 由於之前 之前已經有一個僱傭條例裡面 針對建造業去幫員工 真是幫員工去追身 所以就不需要再重複了 那麼之前那個條例就是說 如果任何一層的分判商 他的直接員工是沒有糧出 不管什麼原因 員工沒有糧出 大判是有責任戰資的 這個已經寫了進去我們現在 另一條僱傭條例裡面 去保障了員工 所以其實員工 他欠身一舉手 員工是一定追得回的 為什麼都還會有人去倒路呢 最大的機會 正如我們工會接到很多個案 就是員工一定有糧出 但是判頭不一定有糧出 所以判頭呢 跟員工兄弟班的時候 就唯有大家一起出來追 希望員工也有糧出 判頭也有糧出 所以現在的畫面 很多時候就是判頭 自己本身收不到錢 所以才要 那些夥伴一起來幫忙 就住香港那個建造業的整體結構 其實由於來來去去都是 那幾間大判業判 然後那些分判商可能都已經 越做越萎縮了 都是那幾間 其實我們真的希望能夠 令到那個行業百花齊放 就是有一個足夠的競爭力 就是希望大大小小 每一層都多些這一類的公司 我們參考了一些外國的經驗 比如說有些大項目 他可能都是那兩三間的大判去做 但是會不會有一些中型小型的項目 可以刻意比一些規模沒有那麼大 有希望他繼續在市場裡面去參與 競爭透過競爭令到行業更加健康的一些因素 判部分的標給這些中小型的建築商去做 令到整個行業的身體能夠更加豐富 更加五光十色和更加多的競爭 這個我相信真的要政府主動去想方法 才能夠做到 因為業界過去就是因為一些大型的大判業判 他們很進取地在市場裡面去競爭 淘汰了一些很中小型的 淘汰了中小型之後 到他們沒有競爭了 到他們沒有競爭的時候 變成了整個行業的身體就沒有那麼健康 我們都希望政府能夠有計劃地扶持一些 中小型的一些分判商 令到行業可以持續發展下去 未來的工程項目是不足夠去養活我們本地的工人的話 我們就認為輸入外勞應該有一個殺停機制 就是說其實現在政府這個建造業的輸入外勞的特別計劃 他現在這一刻是沒有一個殺停機制的 純粹靠政府的判斷去給一些建造業輸入外勞 但是我們就關心如果我們本地工友都沒有公開 是不是就應該要叫停 或者已經來了的外勞就應該跳出這個市場呢? 我們一直都在提起這個方案 但是暫時就沒有太正面的回應